在分配座位的時候 就是因為老師有他的規定跟要求 那這個同學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你叫到我的時候 我才可以拿椅子 所以他剛剛在影片裡面 不是有講說 椅子也不是你的 那個因為老師先講說 這財產不是你的 不是你要拿你就可以拿 因為老師有他的規定 所以就是為了一個 這麼小的座位分配椅子 該誰先拿這件事情 讓這個同學李志憲 那個就是斷掉了 然後這樣子對老師 北部有一家管理學院 他在十月二十三號發生了一個衝突 那麼有一位女學生 他口出惡言不斷的這個辱罵老師 那麼而且他還拿塑膠儀 往老師的頭部砸 其實影片看起來很凶狠 那我們今天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會先看一下影片 影片完之後我們請這個志偉 來跟大家做說明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可以的 你拿手這麼多講話 你算頭擠啊 老師 老師喔 不好意思 在我面前不算一個人 這個 你就算了 我就自然拿我活生 我能走 能說話 這個影片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請志偉跟大家做說明 對 這在北部的一個管理學院 那二十三號發生這樣的事 學校是有講說這個女生 她的身分比較特別 他說她是特教生 那就是在脾氣的控管上面 是比較不OK的 那在這個事情最主要是說 因為他 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是一個烹飪教室 是一個廚房 所以就是說 老師在分配座位的時候 我想有可能是餐飲管理 管理系 那就在分配座位的時候 就是因為老師有他的規定 跟要求 那這個同學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你叫到我的時候 我才可以拿椅子 所以他剛剛在影片裡面 不是有講說椅子也不是你的 那個 因為老師先講說這財產不是你的 不是你要拿你就可以拿 因為老師有他的規定 所以就是為了一個 這麼小的座位分配椅子 該誰先拿這件事情 讓這個同學李志憲 那個就是斷掉了 然後這樣子對老師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在影片當中 是有一些真的不雅 我們不要說女生 男生可能這樣子罵 都是讓你覺得不可思議的 就是至少他是老師 你是學生 那老師再怎麼樣 好像你也不應該 用這種方式去罵老師 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 之類的這種話 都出來了 那甚至是老師就覺得說 你先不要再講了 老師我們看到老師在收椅子 對 老師是在不設防的情況之下 他要把椅子收起來 但是女同學拿紅色的塑膠椅 往老師身上丟過去 那我看那個影片 看起來是不知道有沒有砸到 報導是說打老師的頭 但是我們看影片 那個可能有點錯位 不是很清楚 因為老師有閃 老師是有閃的 可是正大哥有沒有發現第二次 第二次的時候 椅子是拿來做的 不是拿來丟的 然後這個學生就有點被擊到 你信不信我拿椅子砸你 這老師說那你就砸 他真的就丟過去了 只是往老師的頭上飛過去 可是這種挑釁的動作 其實是你很難相信 是發生在我們的校園 而且是女同學身上 老大你會怎樣 如果你是老師 其實如果 我是分兩個層面來講 如果是老師 我的做法大概跟高大哥一樣 我會反擊 你怎麼反擊 但我不會把他痛打一頓 我大概會把他壓制住這樣子 因為我一定會把他掌握 因為你們男生都會講這種話 因為你們打得贏 可是老師 女老師真的要跟 跟那個女學生打 不一定打得贏 沒錯 所以我說 我一定會報警 而且說實在話 我會告到 那報警你要怎麼報 先當場他這麼兇 你怎麼辦 我就先散男 馬上報警 然後 對 然後我一定會告到底 就這種東西 我覺得 告什麼 告到底 傷害或是公安侮辱 因為他有罵 他有打到我 然後他有罵我 這樣話 因為他大學生可能應該成年了 對 我覺得這應該是 就是要給他們一點教訓 因為這種事情 其實不是很少發生 現在幾乎每天 我跟大家講一個 11月1號當天早上發生 11月 10月30日發生的事情 台中一個國中生 他帶著一支空氣手槍 這空氣手槍 其實是打BV彈 也是可以傷人的 然後他揪了一群學弟 然後到這個他的學校門口 然後看到出來的這些同學 怎麼樣 然後就拿空氣手槍 壓著人家頭 然後就叫這個學弟 然後就把這個同學毆打 然後他就在旁邊拍片 然後他就當場講說 我要讓這個學校上報 然後他真的把影片PO上去 那我們在11月1號的時候 新聞就做很大 就是說怎麼國中生持槍 到我們校門口去賭人這樣子 好 那結果後面校方就解釋 他說這個學生 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學校不准他去參加畢業旅行 那為什麼不准他去參加畢業旅行 因為他在校三年 兩年半的期間 被記了九個大過 那他犯了什麼錯 校長直接講明了 大概也不想跟那個 不想維護他的 就是說第一個 他有衝到校長室 也要打校長 第二個他也要 在學校要打老師 好幾次要打老師 第三個也好幾次打同學 對 所以就搞了整個學校積全不凝 那當然也不是說 這是高中還是國中 國中三年級 那校方其實曾經也找過 他的父母來溝通 那他的父母 甚至在老師面前把他痛打 但是後面 只略下了一句話說 以後他在犯錯 你不要再來找我 他自己處理 所以他父母也管不了 對 其實在管不了狀況下 那校方 你真的也沒辦法管 那誰管 只有警察官 只有法院管 對 那其實這種事情 就是說我們幾乎每天都遇到 對 那只是說 我們覺得會很痛心 就是說其實大部分都 學校都不想把事情 鬧大 結果就變成其他同學 就肆無忌憚 反正這個文維 鄒老師 嘟嘟後 那下次就我來 同學知道學校的路 對啊 那下次我會看 文維沒事 那我下次我也來鄒老師 OK 好 我們今天邀請到文維 文維他現在是斑馬人演劇團的編劇 那麼文維在年輕的時候很叛逆 他從學生時代就經常頂撞師長 或者在這個校園裡面霸凌同學 做很多荒唐的事 你的故事等一下來說 我先問你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是這個學校的老師 你會怎麼處理 剛剛那個老師 如果我年輕的時候 我就直接還手了 但是如果我已經是 老師的狀態 其實我有時候有去 學校帶過一些社團 那有些同學就會比較平 基本上 我們現在也不太能做什麼 就是制止他 那如果他不斷地鬧的話 可能我們就會再找主任 或者是身教組長來處理 基本上我不太願意自己處理這些事情 你現在不是年輕的時候了 因為你是老師了 我說老師的話 你不會直接 我會制止他 然後 你制止他 他不聽 他有制止他 對 如果不聽的話 我可能會再尋找 就是其他更大的 可能關階更大的老師來處理 比方說學校的教主任或校長 是 沒錯 是 我們其實你看 剛剛曉代講到 那個同學是被記九大過 但是還是在學校 在學校 好 九大過你也沒辦法 那崔芬是有經過專業訓練的 崔芬老師 你如果是當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老師 你會怎麼處理 我剛剛看到那個影片之後 如果我在現場的話 可能第一個先安撫他的情緒 安撫 對 就是瞭解他情緒的來源是什麼 就好像他的情緒來源 是覺得 剛剛志維說的 老師在分配座位 那他好像會覺得 他要先坐下來 他要拿椅子要先坐下來 那可能有一些學生 他可能就是對於那個 他自己的規範 跟老師規範不一樣的時候 他就要按照自己的規範 他忍不住 等不到老師來叫好了 那我會把他講的話再講一遍說 你是不是希望現在馬上坐下來 我有聽見 那你可以等我一下嗎 我馬上就叫到 如果他不聽呢 他如果不聽的話 我會離開現場 然後立刻通報他的家屬 家長 或者是直接就是請學校其他的人來協助 通報警方或請其他人來協助 他剛剛有說他是特教生 特殊教育生 什麼叫特教生 特教生 我剛剛看他的行為 我推論他有幾種可能性 伴隨著情緒控制障礙 那情緒控制障礙有一種可能就是他是過動症的小孩 有可能情緒過動 就是學校有說他情緒障礙 對 那情緒障礙的話 有可能他是過動伴隨著情緒控制障礙 因為過動症有三個重要的 情緒控制障礙 衝動控制障礙 注意力缺損 那另外一個也有可能是亞斯伯格 伴隨著情緒控制障礙 都有可能 他的樣貌兩個都有像 那如果他們這種特質的人 就是他沒有辦法按照老師說的去做 然後老師叫他做A 他就是不要 他就是要做他自己的 那他可能也沒辦法聽老師講話 所以他又很衝動 他會衝出去 所以你如果瞭解 他的這個特質的時候 你這時候跟他講什麼 都是危險的 那如果你是當時的同學 你會站出來嗎 如果我是當時的同學 你也看得到一定是有同學在錄 對 他沒有介入 其他的同學 你看到旁邊都有同學 同學 我會立刻去找人來幫忙 馬上不會就站在現場 然後看老師被打 一定會想辦法去保護老師 所以也還是會覺得 同學可能那時候 可以做一點什麼 而不是在現場 什麼都沒有做 然後錄影也是好的 錄影之後 也可以保護老師 那剛剛高刑警跟小太都說 他們會報警 然後文偉也說他會報警 然後還會告他 對 告他 會告他 對 你該告他嗎 我覺得會好好跟他的父母說 因為他的父母也需要教養他 那在這樣的狀況 你覺得他的父母有那麼多嗎 他的父母 我其實會覺得到他那麼大 的確比較辛苦一點 如果說他還在比較小的時候 就協助他 也許他的狀況 看看有沒有可能調整 在 所以我們現在很強調早療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身心狀況的時候 你不要規避 你不要假裝他沒問題說 他就是好動 或是他沒有問題 所以他該早療的時候 就需要讓他去早療 那個餐飲教室 其實也危險 裡面有道理 對啊 有很多道具 各種道具都有 他那個餐飲教室真的是危險的 對不對 是危險 學生一不舒服 都抓到獨立就活 對啊 他現在是摔椅子 他那是順手有什麼東西 一定就會超家伙 起來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